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青年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我參加很多活動 但是我覺得我參加新府會的活動的頻率很高 為什麼呢 因為每次來這邊參加新府會的活動的時候 心情也特別年輕 也感到特別興奮 人可以老 但是心不能老 心一定要年輕 因為很多事情真的只有年輕人才會去做 你有一些年紀以後 有些事情你就不敢去做 有的人說會不會是因為年紀大的 You have something to lose 年輕人 have nothing to lose 不對 我們過去歷史上有很多年輕人 他有上水土路的時候 他也做勇敢的做很多事情 我們看以前叫林爵明 他其實已經有很多上水土路的時候 但是他還是勇敢的做很多事情 因為那個年輕的心 會驅使你會做很多 你以後可能不會做的事 所以要保持這個年輕一直下去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年輕的話你會不會理想 去奮鬥 你不會伺服 因為我們他會不會太伺服 那可能就會上次理想 這一點是我們一直要告訴自己 年輕有什麼好處 年輕就是有理想 他會去努力 什麼叫做人老心不老 對我們過去我們要很謙卑 就是不要說 那老頭子老太婆沒有用了 因為過去的事情 過去的歷史還是很謙卑 但是Being Idealistic about our future 就對我們的未來 要保持了那個理想 那這就是年輕的心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永遠要 就通滿理想來做一些事情 因為只有年輕你才會掌握 只有年輕的時候 你才會通滿理想 所以你這個年輕的時候 把這個理想實現 然後藉這個基礎 你會永遠永遠的保持Idealistic 永遠保持一個理想年輕的心 希望各位現在的年輕 未來10年20年 即使到你100歲的時候 你還是保持一個年輕的心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